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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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四眼文章佛牌频道 在我们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们再次呼吁大家 只要我们所有的视频呢 点赞数达到1000以上 或者是我们的 任何的平台粉丝的 那个数量呢 增长1000的话,我们将 会抽奖,送出一枚 价值1000马币的佛牌 然后呢,给在视频底下 留言的任意位朋友 所以希望大家 努力的帮我们点赞,分享以及 订阅我们的频道 上一期视频呢 我们就谈到了整个 泰国佛牌之王 崇敌阿赞多 整个 崇敌佛牌的一个 起源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谈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就要谈一谈 为什么 那阿赞多的 那个崇敌瓦拉康 就能够被称作 泰国佛牌之王呢 因为在泰国的历史上 有这么多的师父 那为什么就 阿赞多的崇敌 会被封作是泰国佛牌之王呢? 那 我们今天呢,就要了解一下 他的整个用料 以及制作 那去了解一下 为什么这个佛牌呢 之所以呢 得到那么多人的青睐 那阿赞多的佛牌啊 被称为泰国佛牌之王 是不是用料上非常的特别呢? 用了一些非常特殊的材料呢? 各位啊 其实呢 反而啊 正好相反 怎么说呢? 因为阿赞多在制作佛牌的时候呢 反而是用了最简单的一些材料 就是寺庙里面的一些 我们所谓的废物利用 就包括什么呢? 包括啊 僧侣啊 他们所吃剩的那些米饭 OK 包括呢 甘蔗 包括 那个被壳 所磨成的粉末 因为泰国人有吃那个 雪蛤嘛 那吃完雪蛤之后呢 就有那些壳 那就把这个壳呢 给磨成了粉末 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个寺庙里面啊 他们去膜拜的时候呢 所使用的那个香枝 烧盛的那个木枝 还有呢 放了一些 比如说像是寺庙里面 墙壁的一些 旧漆 就比如说要翻新嘛 就把那个漆给挖下来 然后呢 有把那个老的漆呢 就放在佛牌里面 还有包括一些佛塔 破碎了之后呢 就把那个破碎的佛塔呢 也拿来制作佛牌 所以你在看到的就是 是一些非常非常简单的用料 那为什么都是用一些简单的材料呢? 因为在当时候的寺庙啊 OK 基本上呢 制作佛牌呢 都是免费派送的 也就是说呢 最好啊 就是没成本的东西来制作 是最理想的 它不像是现在的寺庙 现在的寺庙呢 有很多的一些程序 比如说找佛牌设计公司设计佛牌啦 找工厂帮忙代工制作啦 但是从前呢是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从前的寺庙啊 都是属于很多时候是 没什么收入来源的 就很多的民众去到寺庙呢 都是拿免费的佛牌 而不像现在 可能大家走入寺庙呢 那佛牌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标价 然后呢也有佛牌商的支持 跟寺庙拿佛牌呢 再到市场上面去推广 那佛牌呢 在现代是属于一种交易 但是在早年呢 是属于完全免费派送的 那在免费派送的情况之下呢 当然就不能够增加太多的制作成本 因此呢 用的用料啊 都是属于一些再循环的物品 加上阿战多本身的性格的话呢 他也不会愿意把太多的 就是寺庙收到的捐款 拿来作为佛牌的原料 我这边有一个小故事 关于阿战多就是 阿战多啊 他以前啊 被赐封了一份宝散 那个宝散上面呢 因为他是属于就是国师 所以他的宝散上面 就镶了很多的宝石 那经常呢 阿战多啊 都要在曼谷里面啊 就坐船到一些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皇宫啊 寺庙之间的往来 那么当时候呢 就来了一个船夫 是新人 就不认识阿战多 一般上呢 那边的居民啊 他们再送阿战多都不收钱的 可是呢 那个船夫就不认识阿战多啊 那就跟他说 要跟阿战多收费啊 可是阿战多身上是没钱 他就说好吧 这样子啊 你就把我的宝散拿去吧 那个船夫啊 一看那个宝散啊 上面啊 都是一些宝石啊 都是贵重的东西 然后呢 而且那个标志啊 是皇室赠送的 他就惊呆了 站在那边 然后阿战多呢 就走去皇宫里面 然后呢 出席当时皇室里面的法会了 那走到皇宫的时候呢 诶 法会开始的 就诶 阿战多的那个宝散怎么没拿来啊 哦 他说哦没有什么 刚才我付了船费 是吧 所以他对这种东西 都是属于很 不去呃 怎么说 呃就是不在意的 对于这种名利 对于这种钱财 他都是非常非常的看得开 所以当时候啊 那些士兵赶忙到那个河边 那个船夫还在拿着那个宝散 不知所措 最后把那个宝散拿了回来 然后付了那个船夫船费 所以你阿战多这种性格的话 他是绝对不会用很多的捐款 来让那个佛牌啊 能够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特别的材料 也就是为什么 崇迪瓦拉康当时候啊 用的都一些非常简单的一些材料 那为什么这些简单的材料 又能够让这个佛牌如此的特别呢 那我们就要谈到啊 阿战多的五种的顶级圣粉了 那这五种圣粉呢 就包括什么呢 那这五种圣粉呢 就包括Pathamang Pathamang呢 是帮助保护 传说呢 有刀枪不入之能 能够在遇到危险的时候呢 化险为夷 那么呢 第二种呢 叫做ETJ 那ETJ呢 是主要啊 增进一个人的人缘魅力 还有呢 贵人缘等等 第三个呢 是Maharat Maharat呢 能够帮助一个人 增强他的威严 提升他的权势 然后呢 让别人去尊重你 那第四种呢 是Putakun Putakun 可以提升一个人的那个福报 智慧 让一个人增添好运 那最后一个呢 是Trinishing Trinishing呢 这个粉末呢 是能够帮助转运 就是在所有的不好的事物发生之前呢 先让你避开这些不好的事情 那这五种圣粉啊 整个制作的过程呢 是非常非常的繁琐的 而且呢 要同时去掌握 制作这五种圣粉的能力呢 是不简单的 据说呢 在泰国的高僧里面呢 也就只有阿战多一个人 在有生之年呢 掌握了五种圣粉 同时制作的方法 那这个制作方法呢 必须把Pattamang的那个 所谓的那个经文呢 以粉笔书写 那书写之后呢 把粉笔都写完了 再把这个粉末给收集起来 再把这个粉末呢 去制作成新的粉笔 然后再继续书写第二种经文 ETJ 那书写的第二种经文之后呢 又把第一个经文 跟第二个经文的金粉呢 再融合在一起 再去书写第三种的 Maharat的经文 就以此类推 那书写的第三种之后呢 再把粉末收集 书写第四种 那第四种收集之后呢 再把粉末收集 书写第五种 那整个圣粉的制作过程啊 需要耗时呢 超过三个月的时间呢 才能够制作完成 所以不仅仅是在时间上的要求 而在于书写的整个过程当中 所送唱的经文 以及呢 所有的步骤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 也就是因为阿战多一个人能够掌握 五种这个圣粉的话的制作方法 也就影响了整个崇敌 瓦拉康在功能方面 是泰国佛牌里面最全面的 也就后来被尊称了为泰国佛牌之王 所以大家听完这个解说之后呢 就明白 原来阿战多所制作的崇敌 是有这些这么厉害的地方在里面 所以才被称为泰国佛牌之王 因为我之前就遇到一些 可能刚开始接触 甚至有一些抵触泰国佛牌的人 就说到哎呀泰国佛牌 对吧 凭什么卖这么贵啊 对吧 不就一块泥土嘛 对不对 干嘛卖个几万几十万几百万的 但是如果你真正去了解 整个泰国佛牌的制作过程的话 它肯定不是单单一块粉那么简单 它在整个制作当中呢 是有很多殊胜的一些步骤的 绝不是对不了解的人来说呢 所谓的一块粉末或者一块泥土的 那么简单 所以希望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频道 记得为我们点赞 然后呢转发 那也不要忘记呢 在底下留言 然后呢希望呢我们的视频啊 可以达到一千赞 那么我们就进行了佛牌的收奖 那这边呢我就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下一期视频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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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